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那個第一片 就是你們撥片盒的第四十五片是猴子嘴唇的切片 以這一片來講 大家這個是顯微鏡的最低配的齁 所以大家分得出左邊右邊哪一片之外面的表題嗎 右邊是表題 嘴邊吃嘴唇內側 所以 如果開右邊的話 一樣 就可以看得到薄皮膚 有沒有 這個是薄皮膚 完全腳化的附成臉皮髒皮 下面在Santo Mucosa的那個Demmo的位置 Demis的位置 真皮層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像P字線 毛腦 這裡有一條樹毛肌 有沒有 這些構造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這個在腳皮上 所以我們這邊重複重複 我們往上走 走到 這個位置 好 差不多是在這裡的地方 好 從這裡開始 一直到差不多是 這一邊 這一邊 好 這一塊 好 這一區 是他的 他的 軸紅圓的位置 好 那我們在第一背就可以注意得到了 他的表皮還是 角質化的附成扁平上皮 所以 最上面的角質層 一樣 看得出來 就是沒有細胞核的存在 再來 第二個特徵是 第一背就可以看得到 像這個 燈蜂帕皮拉 非常的高 有沒有 真皮乳凸 非常的高 非常的接近表面 像這一邊 這個 也非常的接近表面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背影 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好 在這個 真皮乳凸裡面 都會有很多的 像這裡 也就是一條血管 會有很多血管進出 會有很多血管進出 再來 在這一片 片這裡 基本上 我們看過了很多次 冬天有找到一個很典型的 Messon Stratus 這裡有一個有一點下來 這裡有一個有一點下來 如果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好 有一點下來 但 它的點形態沒有說特別的點形 因為本來要有一些橫走的 纖維母細胞 或者是一些 細胞核 一些橫走的 一些纖維把它包起來 但這一個沒有 但是可以看得到 有圓圓的細胞核 圓圓大大的這個 有點像是 凝結細胞存在的感覺 不過這一片比較沒有典型的 那個 Messon Stratus 存在 所以大家可以 參考一下 表皮 脖皮膚有一片 是有Messon Strat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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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存在的那一片 大家可以再考一下 不過可以看得到它的特徵就是 Demomanaphyla 特別的高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到這一邊都還是完全狡化的 附層點皮上皮 所以可以看得到 你看 像這個是顆粒層 都還看得到 但是到了大概這個位置開始 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上皮有細胞核出現 好 這個就是不全狡化的 附層點皮上皮的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是 你會發現在這個區域 它沒有顆粒層的存在 它沒有顆粒層的存在 好 下面就是極狀層 再來接著就是基底層 OK 好 所以 在這一個地方開始 就是屬於 口腔內秤粘末 口腔的內秤粘末 OK 好 我們再回到D背稍微看一下 以口腔的內秤粘末來講 第一個特徵是 它的上皮層 其實蠻厚的 所以你看從這裡 到這一邊都是屬於 它的上皮 其實蠻厚的 第二個是 它的Demopopilla 數目比較小 而且比較矮 所以你看這個 並沒有很高的感覺 下面這一邊 也沒有說特別高的 只有這一邊好像高一點 其他的Demopopilla 其實都矮矮的 數量也沒有很多 舉例來講像這一區 基本上還看不到 Demopopilla的感覺 甚至下面這裡 它的Demopopilla 也很低 這是它的第二個特徵 好 所以 在內陣粘末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它的上皮是非腳花的 附成扁形上皮 再來 它的Demopopilla都不高 而且數目上會比較少 好 那 在它的下面 Subrimopopilla的位置 我們再回到Demopopilla的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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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brimopopilla的位置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一直到這裡 都是 這個都是它的Subrimopilla 在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線體 這個就是它的純粘液線 OK 就是分離在腿部的小的脫顏線 分離粘液的小的脫顏線 OK 好 這是純粘液線的部分 再往內走 這裡 可以看到 一條橫紋劑 這一個橫紋劑 就是孔雲夾肌 OK 好 這一片 大概可以看到的構造 就是這些構造 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片囉 再開始 46 打過來 好 這一片要看的是發育的 發育中的牙齒 好 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深紫色的構造 這就是一顆發育中的牙齒 發育中的牙齒 好 然後 我們來看這一區 在滴背 在滴背底下 先看 深紫色的是 Elemo 所以往外走的這一層 柱狀的上皮細胞 是什麼細胞 Ameloblast 牙柚子母細胞 好 然後再往外走一點點 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層柱狀上皮的 外側一點的地方 有一些 顆粒型的細胞 這個就是中間層 我們待會被埃再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我們先滴背看一下 好 再來 外面這個比較疏重的部分 這個就是 心狀網 然後再往外走 這一層就是 外來又上皮 OK 好 那再來 我們 把背埃放大一點來看 你看 背埃放這麼大 原則上面蠻清楚的 這一個深紫色的是牙柚子 下面這個是牙柚子 這一層單層柱狀的細胞 就是 那個 Ameloblast 牙柚子母細胞 那如果我們來看對側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毛毛狀的凸起 好 這一些毛狀凸起 就是所謂的湯式母的部分 OK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 這層單層 樹狀上皮的外側有兩到三層的顆粒細胞 好 這個現在指針尖端這個 顆粒細胞 這個就是中間層 中間層 好 這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背埃放這麼大 應該OK 好 好 那這個是在牙柚子氣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 Denongapilla的地方 中間都是一些 間液組織 變得比較密密的間液組織 我們來看主要注意這裡 來這裡比較清楚 這邊指針尖端這裡 這些單層柱狀的上皮細胞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牙本質細胞 我們當Toboblast 好 那它會往上 產生蛋白質之後 礦物化 形成所謂的 牙本質 所以像這一邊 這個比較深色的地方 就是牙本質 因為它的礦物化會有靠近牙柚子的地方開始 所以比較靠近牙本質母細胞的地方 這一邊 的一些 Dentine 看起來顏色 還淡淡的 所以這個叫做Predentine 就是還沒礦物化的牙本質的部分 OK 好 那如果我們把倍率再放大一點來看 的話 好 這個倍率有沒有看得到這樣 一條一條的這個小罐 這個就是牙本質細胞凸 OK 這一條一條小罐就是牙本質細胞凸 好 那剛剛講到的湯刺凸就是 這個柱狀的AMELOBLAST在頂端 伸出來的這個小處手 茫茫狀的口罩 這個就是湯刺凸 OK 所以這一個眼方問題 大概認出這些口罩就可以了 好 這邊應該OK 好 那我們進入第47天 第47天是牙齒的磨片 好第47天是牙齒的磨片 所以從這一邊 因為它很大顆 一顆整顆牙齒趴在上面 就算最低背影也沒辦法一次把它看完 所以可以看得到 這裡是牙罐的部分 所以上面 這個 深咖啡色的部分 這個是牙齒趾的地方 指針現在指的是牙齒趾的部分 下面這一個是牙本質的部分 灰白色也是牙本質的部分 然後往後走 中間這個空腔 這是牙髓腔 這是牙髓腔 繼續往下面走 這裡有看到有一點點根管的構造 可是這一邊沒有切到 這個 真正的管道 所以它沒有切到所謂的根管 好 再往下走 這個是牙齒的根部 所以這個就是牙根肩孔 或叫頂孔的部分 好 那外側的地方呢 在 這個內側這是牙本質 外側這個就是牙骨質 所以如果沿著牙骨質的地方 在下面 這個是靠近牙根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這個細胞 所以這個是 cellular cementum 就是有 牙骨質細胞